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两个重要的国际议题。 首先,缅甸经济在军政府的强制控制下陷入了更深的泥潭。 随着若开帮和胆帮的冲突加剧,全国人道危机恶化, 这些问题进一步加剧了缅甸经济的困境。 世界银行预测到2024财年结束, 缅甸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1%, 而经济产出将比新冠疫情前低9%. 其次,美国最近宣布向菲律宾提供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这笔资金被认为是及时的, 因为菲律宾需要应对南海争端带来的挑战。 这笔资金将用于提升菲律宾的军事基础设施、 部队能力和外交倡议,进一步加强菲律宾的威慑力。 最后,台湾和中国大陆在经过多轮谈判后, 终于达成协议,将两名大陆渔民的遗体送回。 这一事件虽然解决, 但双方在最关键的政治问题上仍然僵持不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缅甸经济陷入更深泥潭,军政府扩大强制控制。 缅甸经济正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深渊。 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SAC, 试图通过强制控制来维护军政府的利益, 但这种政策却加剧了经济危机, 并进一步恶化了人道问题。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世界银行在2024年6月发布的 缅甸经济监测报告中预测, 到2025年3月结束的2024财年, 缅甸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仅为1%, 而经济产出将比新冠疫情前低9%。 这一预测显示出缅甸经济前景的暗淡, 尤其是在政府的财政政策和季度预算报告的透明度实践 正在削弱的情况下。 自2023年10月以来, 多项定期更新已被停止发布, 这使得人们对SAC的经济管理能力产生了质疑。 缅甸的外汇市场也面临巨大压力, 从2021年2月的1美元兑换1330美元, 到2024年6月底已贬值到1美元兑换4450美元。 SAC通过操纵外汇政策来保护政权利益, 这种操纵行为为政权创造了18亿美元的套利机会, 但却给整体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 SAC的经济政策不仅仅限于外汇市场, 还包括对经济行为者的严格监控和限制。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两名SAC经济机构的技术官员在2024年5月底被免职, 这进一步显示出SAC对经济控制的巩固。 此外,SAC对边境贸易口岸的部分失控也加剧了进出口商的挑战, 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抵抗军政府的团体提供了经济、 贸易和治理的机会。 然而,这些机会并不足以扭转整体经济的严峻形势。 昂奈昂和茂茂温的免职, 让人们对SAC经济政策的未来走向更加担忧。 缅甸的经济问题并不仅仅限于内部政策, 还涉及到国际贸易和外交关系。 SAC试图通过跨境易货贸易交易流程来缓解国内经济压力, 但这些举措并未取得显著成果。 新德里和内比都在2024年1月达成的卢比免元结算机制, 仅在7月2日首次完成了一批价值约12万美元的交易, 这显示出这些机制的有效性仍需观察。 菲律宾军事升级在南海争端中获得5亿美元援助。 在南海争端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美国宣布向菲律宾提供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这无疑为马尼拉提供了一个及时的支持。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这笔资金将用于提升菲律宾的军事基础设施、 部队能力、外交倡议和整体威慑力。 在年度2加2部长集对话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在马尼拉宣布了这笔援助。 布林肯表示, 这笔资金旨在增强与菲律宾的安全合作, 并帮助现代化菲律宾武装部队和海岸警卫队。 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特特奥多罗进一步解释, 这笔资金将用于加强国防能力, 包括网络能力等。 这笔援助反映了美非之间的密切军事合作关系, 这种合作关系以1951年的共同防御条约为基础。 根据条约, 双方在受到外部力量侵略时互相帮助。 美国总统拜登重申了对该条约的承诺, 并表示其范围扩展至南海。 政治分析家Silvia Monica Gorske表示, 这笔资金应该用于增强菲律宾的防御能力和外交倡议, 以应对南海争端的复杂挑战。 他认为, 这笔援助可以缓解菲律宾的财务压力, 并加速采购先进的监视设备, 增加多功能船只的数量, 以平衡中国的存在。 台湾和中国大陆重启谈判的可能性 在一场长达五个月的谈判后, 台湾和中国大陆终于就将两名大陆渔民的遗体送回达成协议。 这一事件让人们对两岸重新开启对话渠道抱有希望。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这两名渔民在2月14日于台湾控制的金门岛附近水域因船只翻覆而丧生, 此事件引发了台湾海峡两岸的激烈指责。 立法委员陈玉珍认为, 这一和解标志者修补两岸关系的一个良好开端, 他表示, 这将使我们双方积累更多的善意, 有利于改善关系。 然而, 分析人士仍然保持谨慎, 认为双方在最关键的问题上都不愿妥协。 自2016年民进党的蔡英文当选台湾领导人, 并拒绝承认1992年共识以来, 两岸的沟通就被中断。 蔡英文的继任者赖清德也避免了这一共识, 这让北京非常不满。 尽管如此, 民进党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欢迎金门事件的协议, 称这表明即使在立场不同的情况下, 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沟通和问题解决仍然可以发生。 但将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教授张五月指出, 双方在2月14日事件上的立场有所软化, 这将有助于促进两岸沟通。 他说,事件最终得以解决是因为双方停止了固执己见, 愿意做出让步。 然而,他也警告, 这一事件的解决不太可能成为恢复两岸官方谈判的基础。 总的来说, 无论是缅甸的经济困境, 菲律宾在南海的军事升级, 还是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微妙关系, 这些事件都显示出地区政治和经济局势的复杂性。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需要在这些问题上进行深入分析和谨慎处理, 以确保地区稳定和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SAC自2021年2月政变以来对缅甸经济进行了严格控制, 旨在巩固军政府的权力。 这种强制干预政策对缅甸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缅甸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预计到2024财年仅增长1%, 而经济产出将比新冠疫情前低9%。 人道危机也在加深, 特别是在弱开帮和胆帮的冲突区域进一步削弱了经济稳定。 缅甸的外汇政策也受到滥用, SAC主要为了自身利益操纵汇率导致缅元大幅贬值, 从2021年2月的1330美元兑换亿美元, 到2024年6月底已达到4450美元兑换亿美元。 这种汇率操纵创造了套利机会, 但对缅甸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 在经济管理层面, SAC进行了多次重要调整, 包括缅值和任命新官员, 以巩固对经济的军事化控制。 政府还对黄金和货币交易、 大宗商品进口商、 房地产买家及银行进行了打击, 这些措施导致市场参与者停止活动或隐藏活动, 进而引发价格飙升。 SAC试图通过与邻国如孟加拉国、 中国、印度和泰国的异货贸易来缓解经济压力。 然而, 这些试图去美元化的跨境贸易举措效果有限。 鉴于一些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如大维深海港和密松大坝所在地或附近的冲突, 未来几年内不太可能取得显著进展。 总体而言, 缅甸经济在军政府的强制控制下正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 长期前景难以乐观。 美国宣布向菲律宾提供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这对菲律宾应对南海争端至关重要。 这笔资金旨在提升菲律宾的军事基础设施、 部队能力和外交倡议。 在年度2加2部长级对话后,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表示, 这笔资金将用于现代化菲律宾武装部队和海岸警卫队, EDCA协议允许美国轮换部队进入菲律宾进行驻留, 2023年2月, EDCA指定的基地数量增加到9个, 约1.28亿美元将用于EDCA基础设施项目, 包括灾害救援应对措施。 政治分析家指出, 这笔援助将缓解菲律宾在军事现代化计划上的财务压力。 专家建议援助应用于购买先进监视设备、 多功能船只和飞机以平衡中国的存在。 此外, 菲律宾还应加大与盟友的军事演习力度, 包括环太平洋演习和贝勒克特演习, 以提高运营协作和互操作性。 这些演习将增强菲律宾军队在网络安全等新兴领域的专业知识。 该军事援助还应支持菲律宾与东盟国家和其他地区伙伴的外交倡议, 以建立更强的统一立场和谈判策略, 促使中国在南海减少强硬态度。 台湾和中国大陆经过数月谈判, 终于达成协议, 将2月14日在台湾控制的金门岛附近水域丧生的两名大陆渔民遗体送回。 此事件引发两岸激烈指责, 但最终的解决让人们对两岸重新开启对话渠道抱有希望。 分析人士指出, 虽然这一事件的解决可能为双方积累善意并的促取, 但双方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仍不愿妥协。 自2016年民进党蔡英文上台后, 两岸沟通中断。 蔡英文及其继任者赖清德拒绝承认1992年共识, 这让北京非常不满。 双方在2月14日事件上的立场有所软化, 这将有助于促进双方沟通。 然而, 分析人士认为大陆不太可能接受这一和解作为恢复两岸谈判的新基础。 大陆国台办重申只有回到1992年共识的, 政治基础上两岸谈判才能恢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 来听听缅甸经济问题的正面分析。 SAC军政府的控制措施虽然看似严厉, 但实际上是在稳定局势中起到了作用。 毕竟谁不爱稳定呢? 在清理了市场上的不法分子后, 经济自然会恢复活力。 就像历史上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经济繁荣一样, 现在的缅甸只需要一段过渡期。 楚天书, 你这魔说可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你是说缅甸的经济管理在模仿秦始皇。 但你没提到的是, SAC的强硬政策已经让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的增长率, 而通胀数据和经济指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样的控制只会让经济陷入更深的泥潭, 像是给一匹已经倒下的马再来一边啊。 谢琪琪, 你这样的比喻真是有意思。 但我们来看看另一个事实, SAC已经在重新审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如大维深海港和密松大坝, 这些项目将来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大情也不是一天建成的, 伟大的事业总需要时间和坚定的意志。 楚天书, 你这魔说可真是颇具幻想。 缅甸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那可笑了。 这些项目所在地区的冲突根本无法解决, 这就像企图在火山口上建造别墅。 你说它们有坚定的意志, 但现实是, SAC的政策让缅甸的经济像在跳舞的瘸脚丫, 迟早会摔倒在的。 谢琪琪, 我欣赏你的幽默感, 但我们来看看SAC的外汇政策, 它们通过操纵汇率在2023年赚取了18亿美元。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有了这些资金, 它们可以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像建设长城一样, 为未来打下坚实基础。 楚天书, 这18亿美元可谓是一场财政游戏, 但你没看到的是这些钱来自普通百姓的口袋。 汇率操纵让免员贬值, 2021年的1330免员兑一美元, 到2024年变成4450免员兑一美元。 这就像在缅甸人民的头上浇了一盆冷水, 它们的购买力大幅下降, 生活困难重重。 这种短期的好处只会换来长期的灾难, 这不是建长城, 而是自掘坟墓。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嘿,大家好, 咱们来聊聊近期的三大热点新闻, 让大家轻松愉快地了解这些国际大事件。 首先咱们聊聊紧张的缅甸, 缅甸的经济就像掉进了无底洞, 军政府强行干预经济, 结果适得其反。 最近的冲突和人道危机更是雪上加霜。 大家都知道, 世界银行对缅甸经济的预测非常悲观, 预计到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的增长, 经济产出比疫情前低了9%。 你能想象吗? 缅元持续贬值, 到2024年6月抵达到4450缅元对亿美元。 军政府的外汇政策简直是自掘坟墓, 利用汇率差距套利, 结果整个经济都跟着遭殃。 关键经济职位一再调整, 市场活动被进一步限制。 某些进口商和零售商面临逮捕和拘留, 市场参与者不是停摆, 就是偷偷摸摸干活, 导致物价飞涨。 军政府还搞了一系列限制措施, 比如要电信公司限制服务, 封锁社交媒体。 结果呢? 企业和组织都被逼得焦头烂额。 总结一句话, 军政府的强制控制不仅没救经济, 反而让情况更糟。 接下来我们转向南海, 菲律宾最近得到了美国的大手笔, 5亿美元的军援。 哇, 这可不是小数目。 这一笔援助被认为是菲律宾应对南海争端的吉时语, 帮助他们提升军事实力和应对复杂挑战。 美国国防部长和国务卿在马尼拉宣布了这笔援助, 说是要帮助菲律宾现代化其武装部队和海岸警卫队。 你看, 这可真是雪中送炭。 菲律宾防长表示, 这笔钱不仅用于防御, 还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和灾害应对。 这反映了菲律宾和美国之间的紧密军事关系, 以1951年共同防御条约为基础, 两国在面对外部侵略时互相帮助。 分析人士建议, 菲律宾应该利用这笔钱升级情报收集系统, 采购先进设备, 增强与盟友的军事演习, 提升其在新兴领域如网络安全的专业技能。 简而言之, 这笔钱不光用来买枪买炮, 还要用在刀刃上, 全面提升菲律宾的综合国力。 美国与菲律宾这关系可真是铁打的。 最后, 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互动。 在经过五个多月的谈判后, 台湾终于同意将两名大陆渔民的遗体遣返。 你可能觉得这只是小事一桩, 但实际上意义重大。 这次事件让双方在最关键问题上都做出了让步, 为两岸重新开启对话渠道带来了希望。 台湾同意赔偿和道歉, 这在两岸关系中可是个不小的突破。 分析人士认为, 这标志着双方积累更多善意, 有利于缓解紧张局势。 然而, 要恢复全面对话并不容易。 自蔡英文上台以来, 拒绝承认1992年共识, 两岸沟通被中断。 虽然此次事件解决了, 但双方在政治上的分歧依然严重, 尤其是蔡英文的继任者赖清德也不太可能接受这个共识。 但这次事件的解决, 至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或许能为未来的对话铺平道路。 总的来说, 这三大新闻一方面反映了缅甸经济的困境, 与军政府的僵化政策, 另一方面展示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积极应对和美国的坚定支持, 同时也透露出台湾与大陆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仍然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世界真是风云变换, 我们拭目以待吧。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